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明治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先是好男人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查詢熱線905-888-6788 首日本大量救入美元 以及對歐洲經濟的悲觀情緒影響 多倫多股市創下兩年多以來的 最大單日跌幅 聯邦政府萎縮減開支 宣布環境報裁員700人 並會成立新的電信科技部門 領合信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 涉嫌擔任法國財長期間濫用職權 現在要接受司法調查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8月4號星期四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家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江省特別調查小組 正在調查最新一中 因為警方執法自死的事件 死者是一名殘障人士 他在被警方拘捕的過程中 到地撤死 45歲的Charles McGillivary 在星期一晚 在Blaw Street 叫Pristy Street附近 和麻娃一起散步的時候 被警方拘捕 在跌落地之前 他曾經和警員有肢體接觸 他被緊急送往多倫多西區醫院 但是之後宣告不治 警方暫時沒有公佈嚴死結果 據悉 Charles在四歲的時候 曾經遇上車禍 腦部受傷 之後 就再沒有大聲說過話 當省特別調查小組 已經接手調查該案 而警方就沒有對事件 給予評論 多倫多湖濱大道 靠近Royal York Road 今天凌晨 發生嚴重交通意外 導致兩人重傷 其中一人手臂被截肢 警方表示 凌晨2時左右 一名30多歲的男司機 在高速公路 駕駛一架本田汽車時 突然失控 裝上電燈柱 之後 再撞向消防船和石牆 肇事司機傷勢嚴重 而車內 另外一名30多歲的男性客 亦都傷勢嚴重 並且由生命危險 而且 他已經被撤去一隻手臂 警方已經排除 追逃駕駛的可能 驗證調查事件 是否涉及超速駕駛 通融汽車公司宣布 會投資1億1千7百萬加元 在安省澳沙華的車廠 生產新款Cadellac XTS的汽車 通融公司早前表示 這項投資可以為當地創造 或者保留400個工作職位 通融公司在早前經濟低迷期間 在本國大規模裁員 和縮減生產線 直到去年生意好轉 在澳沙華的車廠 才重開兩條生產線 贈聘了1,300人 大部分是屬於早前被裁減的職員 目前澳沙華的車廠 大約有4,500名職員 WOW TV 雷戰日報道 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壯觀景色 相信大部分的觀眾朋友都見識過 但是如果是在瀑布上架起一條繩索 行鋼線 不知道大家又見過沒有? 一名特技演員日前申請走鋼線 穿越尼亞加拉大瀑布 而我們南邊的鄰居 美國就已經同意了 現在就只得回本國的答覆 雅倫達家族第七代傳人尼克 打算挑戰尼亞加拉瀑布 美國紐約州議會通過了一項法案 特別允許他進行表演 而本國目前則持有保留的態度 32歲的尼克計劃在明年進行的這項挑戰 就是走在粗5厘米長550米的鋼線 穿越尼亞加拉瀑布 根據他向美國方面提出的安全計劃 他將會有自己的救援隊 包括一架直升機和蛙人 都會在現場後命 他會穿著他媽媽用小山羊皮 親手縫製的鞋子 因為小山羊皮在濕度增加的時候 摩擦力就會增加 走的時候就不會那麼滑 ROW TV 雷晨日報道 接著轉看一則和財經有關的消息 受日本大量救入美元 以及對歐洲經濟的悲觀情緒影響 杜倫多股市今天 創下近兩年多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標普TSX綜合指數 今早大跌406點到12409點 這是自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該指數最大的單日跌幅 今天較早的時候 日本央行為了貶低日元推動出口 大量救入美元 美元的升值 導致家園對美元的匯率大幅下跌 此外 歐洲央行行長 今天對歐洲經濟不景氣發表悲觀言論 衝擊到全球其他各國的市場 另外被視為避險工具的黃金 金價先升後跌 早段一度逼近1,700美元的水平 後來因為投資者紛紛轉持現金 令到金價出現回套 而油價在需求疲弱的憂慮之下 繼續回落 紐約旗又跌穿90美元的關口 ROW TV 雷戰日報道 比市省內陸一間二手商店 上星期六發生的性侵犯案 被通緝的35歲疑犯 已經在昨天落網 劇警指出 遭全國通緝的Bobbert 是在與美國交界的小鎮 奧索幼斯被捕 並感謝民眾提供線索 Bobbert涉嫌在上週六 在潘堤頓市的二手店內 將一名22歲的女子禁錮 性侵犯和毒打接近12小時 而她22個月大的兒子 亦都在她旁邊 不過這名男童就沒有受傷 警方很快就發出全國通緝令 在昨晚 有市民在距離潘堤頓市 一小時車程的奧索幼斯鎮 發現Bobbert在當地露營 警方接報之後 很快將她拘捕 目前 女受害者仍然在醫院留意 本國環境部近日決定 在未來三個月內 進行一連串的裁員行動 並已經在本週一 向受影響的相關部門職員 發出裁員通知 目前 總共有超過7000人 就職於環境部 本國公共服務專業研究所透露 早前 環境部曾明確表示 該部門有300多名多餘的職員 但這次就有776名職員 在本週一接到裁員的通知 也意味著 環境部每10個人當中 就會有1人收到解僱信 裁員通知指 受裁員行動影響的職員 不會全部離開環境部 部分人終會在內部調職 而其他人就會調往 其他公共服務部門工作 你次收到裁員通知的職員 有一大部分都是物理學家 還有小部分是法學學家 和氣象學專家 除了透過裁員行動 來縮減開支之外 總理黑白的保守黨政府 今天表示 將會設立一個新的聯邦機構 透過整合各個部門的訊息系統 來節省開支 公共工程部長今天表示 新設立的電訊科技部門 要將所有部門和機構的電腦系統 進行整合 改為使用同一個系統 從而達到節省開支的目的 聯邦政府計劃 在2014年之前 刪減幾十億元的開支 從而達到財政平衡 平均每個部門和機構的預算 將會被削減5%到10% 政府內部人士表示 除了環境部的裁員計劃之外 其他部門的裁員或是術資計劃 將會在今年秋季完成 並會在明年的聯邦預算案中公布 轉看國際方面的消息 法國共和國法庭今天決定 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拉加德 在出任法國經濟財政與工業部長期間 涉嫌濫用職權展開司法調查 今年5月 法國社會黨部分議員 指控拉加德 在08年擔任法國經濟財政與工業部長期間 在涉及商人塔皮和李昂順泰銀行的商業9分鐘 涉嫌濫用職權 促成有利於塔皮的賠償方案 法國共和國法庭今天經過3小時的討論 最終決定對拉加德展開調查 愛及前內政部長阿德利 以及他6名助手 今天在開羅的警察學院繼續接受審訊 在法庭上主審法官李法特向阿德利等被告展示了檢方提供的證據 包括幾支據信在鎮壓示威活動中使用過的窗械 電子光碟 照片 布景帶 以及一件抗議活動中越南製的外套等等 李法特宣布 對阿德利等人的審判將會在本月14日繼續進行 阿德利昨天和愛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等人 一起在開羅接受審訊 法院指控他們在今年年初的抗議示威活動中 用武力鎮壓示威者 阿德利自1997年起擔任愛及內政部長 今年1月29日 愛及政府經過國內抗議示威活動解散 阿德利同時辭職 並在2月17日遭拘捕 昨天凌晨 熱帶風暴埃馬利 逼近海地 在地震中無家可歸的幾千名海地災民 在帳房和旁屋中面臨生死考驗 強風已經將海地不少大樹吹到 海地南部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暴雨天氣 海地去年發生地震之後 目前仍然有60多萬人無處棲身 在難民營的4州 災民加緊堆起沙包防範 民眾陸續做好防風措施 愛米利風暴 愛媛帶來的風雨 在前日 橫掃加勒比海波多黎閣 不過就沒有造成嚴重傷亡和經濟損失 愛米利之後逐漸增強 繼續向西移動 向海地和多明尼加所在的 伊斯帕尼奧拉道推進 而位於曼亞密的美國國家巨峰中心表示 愛米利還會為海地和多明尼加 帶來多達50厘米的降雨量 接著看看有關昨天發生在澳洲色尼 女商租鏡圈炸彈勒索事件的最新消息 當地警方證實 炸彈裝置內並沒有放置炸藥 少女的家人今天召開記者會表示 女兒的情況很好 只是有點累 她們為女兒的勇敢感到驕傲 據悉 少女的爸爸是當地一間公司的總裁 疑犯的犯案動機 相信與勒索金錢有關 警方的調查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之中 2007年曾發生嚴重槍擊事件的 美國維新尼亞理工大學 今日接報發現一名可疑槍手 客方隨即發出警訊 要求在校師生不要外出 維新尼亞理工大學今天上午10點多 在官方網站上發出一條警訊 說有人見到一個白人男子可能持槍 她用報紙裡的東西蒙著槍 並迅速地走向排球場 據目擊者描述 個名男子身高約6呎 啡色頭髮、身穿藍白鑑條衫、灰色短褲和啡色涼鞋 警方接報後立即封鎖校園 目前警方還未發現和目擊者描述相符的可疑人物 也沒有再接到其他人的類似報告 在07年4月16日 美國維新尼亞理工大學發生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槍擊事件 23歲的韓裔學生趙承熙在該校園內開槍射殺32人 射傷15人之後自殺身亡 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天在華盛頓舉行一次白鑑私人聚會 慶祝他自己50歲的生日 奧巴馬將會同家人在大圍營總統度假地度過章末 昨晚奧巴馬在他曾經居住過的芝加哥 舉行生日慶祝派對和籌款活動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廣告回來之後會有報導中港台的新聞 粵港澳三地警方聯合打擊有組織罪案 但在香港就賭破多宗外圍投注 金額高達1億2千萬元 私營殘疾人事院社經營成本持續上升 不少私營無力負擔面臨倒閉 院友隨時無家可歸 出發